- 观众朋友大家好,在8月4号星期日的晚间6点半中,将为各位带来的是2024年台湾企业甲击足球联赛,由台湾典礼,要对上的是明川大学,第二军团第四轮的比赛,今天在男子足球场的第二场,由我主播林林的Brian - 这个动作裁判最后还是补哨哦,最后球 - 好,他过来,远点,还有队友,一脚球往外给,台湾的反击机会,左边陈昭安碰了一下,还可以再往前带, - 然后这时候是指向一鸣的防守球员,能够开进来吗,门前,守门被晃开以后,左脚射门,Go - 第38分钟,明川大学还是被破门啦,99号的邱柏睿,为台电来攻进自己母校的大门,台电1比0,领先了明川 - 再看一次,尽管张哲伟真的要去封堵陈昭安的传球,但还是慢了一步哦 - 三个选手的回追跟防守都没有办法来让台电的进球给阻挡住 - 这就是把球掌握下来,台电的凡凡凡凡来了 - 左侧,进到华阳区里面,陈昭安,人球分过又可以射门,被华阳挡出,站起来以后,还有吴玉凡,在做回来以后,Go - 陈伯勋在上天捕时台电摆进了第二个进球,哇,这一波包含了赵安的射门,然后吴玉凡没有放弃追求后再往回给啊,打得非常的漂亮 -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一次啊,带了一步以后,黄海又被吸引出来,那在门前的队友陈伯勋 - 这是击进空门来摆进这一根球啊 - 这一根球啊,那是两分的落后,上半场的伟生,分下了第二颗的失球,不能受到一些干涝后,陈昭安反而是有个单道的机会再往右边 - 诶,好险,黄浩凯,人就是把球勾回来到华阳区域里面 - 这一名下场的是11号的曾子乐 - 好,角球,海电的角球远点有顶到,再补,Goal! - 颜河森顶完以后被封补,但是左脚在补的这一下就没有问题啦 - 台电是3比0,大幅的领先,银船大学 - 颜河森顶完以后被封闺啊! - 颜河森顶完以后被封闹了 - 颜河森顶完以后被封闪了 - 颜河森顶完以后被封闭吃了